第四集 別以為我今天帶大家走商場 其實日前在一個大型商場裏 舉行了一個硬地滾球的活動 其實香港硬地滾球隊有一班商殘運動員 一直在國際體壇上給予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就好像在北京殘奧會裏 郭海營和梁玉榮分別拿到一金一銀的成績 為了更多的市民認識這項運動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企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就舉辦了這次的活動 我們希望市民應該認識一下這個運動 因為這個運動也不是那麼普及 沒有那麼多人認識 如果在商場裏介紹一下 就會更多人知道這個運動是怎樣玩的 其實硬地滾球這項運動 是結合了草地滾球和室內滾球而成的球類運動 這項運動適合較嚴重肢體殘疾人士參加 亦都很適合小朋友和長者玩的 因為其實老人家可能比較靜態 這個運動就是他坐在一邊滾球去場地 所以那個氣力而言 就比一般的所謂激烈的運動 比較適合老人家 而小孩子他們都喜歡玩球 因為球是對的 所以到小孩子來說 雖然他比較活躍些 但是他們都會覺得很有興趣 其實在老人家方面 一些老人院 譬如是新手作人協會 或者其他大的老人中心 其實每年都有一些硬地滾球的比賽 而一些老人家都定期去玩 其實硬地滾球的玩法非常簡單 參賽運動員會分別把藍色或紅色的球 從頭向所謂目標球的白色球旁邊 而靠近白色球的一方便可以得分了 接近的球越多 分數就越高 最高分的當然就是贏那個 活動當日還舉辦了一場挑戰賽 由一班香港隊的代表 以及香港賽馬會的代表和觀眾一起參與 希望一般市民都可以嘗試參與這種活動 就連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執行總監 姚欣培先生都有落場試玩的 其實是十分困難的一個活動 大家坐在這裡看好像很容易 但是有很多事情要想 除了不是一定要大力 但是那個想法要很多 所以他們都要談很多 開波之前都要想辦法怎麼做 其實這項挑戰賽勝負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可以令到更多市民認識到這項運動 支持一班為港爭光的運動員 令他們可以繼續取得更好的成績 壓地滾球在香港來說 就不是那麼多人認識 亦都藉著今次在香港 搞壓地滾球錦標賽 讓市民多看參與和認識 可否政府可以搞香港公開賽 給市民參加玩玩這個運動 他會更加了解這個運動 然後就會支持到我們 其實香港賽馬會一直致力在香港推行慈善活動 對於各種運動他都很大力支持 而姚欣培先生就說會全力支持香港硬地滾球隊 希望他們可以爭取到2010年的殘奧參賽資格 我們這次真是很希望讓我們這班年青的殘奧人士 可以有機會去參加一個很大的比賽 而且很重要就是他們這次參加了這個比賽之後 他們有機會可以參加到倫敦的殘奧 大家可以支持這個比賽 我們還是會支持打擊 如果我們怎麼會 我們來最會最好 第一次是我們的登場 要求成功 我們都會想成功 你們都會有機會